第三个就是共保赔偿额 那我们实际损是28万 然后我们看一下呢 我们的那个应该叫做什么 叫做共保条款要求保额是72万 乘上它的共保比例70% 所以是50万4千 然后保险金额是36万 去除50万4千乘上28万 实际损失 所以呢共保赔偿额是20万 所以三个数字就出来了 第一个保险金额36万 第二个损失28万 第三个共保赔偿额20万 三个最低的就20万 就第二个情况之下 保险公司会比赔金额20万 这样看懂吗 好第三个类似 好因此类推 好所以这个是第一种情况 你只有一家公司保险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呢 另外一种情形是你是多重同保 保了好几家公司 好那好几家公司呢 那你那个保险公司呢 如果你投保越多家公司呢 你可以拿到的保险金额就越多 不会 好所以它一样有这样的一个 每一家保险公司呢 都有一样根据这样子投保金额 实际损失 然后共保投保之下的保额 但是如果你多重准失之下呢 你共保赔偿额的计算 就比较麻烦一点 好来看一下 我们就要去计算 每个保险公司呢 个别应该分担多少 好所以你可以看 327要给你一个公式 一样实际损失去乘上 好你可以看一下 下分子呢是个别公司的保险金额 跟我们共保赔偿额很像 好那再来我的分母呢 是总保险金额 总保险金额是指明 看你投保的几家保险公司 全部的保险金额 好那第二个 第二个被乘数呢 是我从投保金额 然后去除个别公司 共保条款要求的保险金额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326月的第一个分组 就是第一个计算是 保险事故发生前的公里价值 乘上共保比例 好那其实呢 你可以把这两个 如果你看一下这两个 后面两个那个陈述的话 前面是一个分母是总保险金额 后面是总保险金额 所以把它超 如果是把它分这个消掉的话呢 等于是个别保险公司 个别公司保险额 去除 个别公司 共保条款之下的 要求的保险金额 要求的保险金额 那为什么要不开写 这开写的意思是说 一样啊 因为你不能让它的数值是大比一 好所以最多数不等于而已 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施例二十五 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就比较好 更好一点 你能够说 但它的理权金额之外 刚才到快计记录怎么做 好我们说了 这些日子出来呢 只是为了我们接下来 要做的快计记录 好所有事件的发生 我都要反映记录在我的会计上面 好所以看一下呢 他说事业十五 炸风公司呢 在X7年6月10号发生了火灾 那这个呢 是X5年初买进来的机器设备呢 已经有半数回损 那已经知道机器的成本是80万 残值是2万 那又连线6年 产举直线马蹄的折旧 火灾前后的风领价值 分别是60万跟30万 好那这个公司呢 分别像甲乙比三家公司投保 然后呢 它的保险金额分别是10万15万15万 然后贡保比例分别是80 70 70 好第一个先计算一下 个别公司的保险金额 利益的保险金额 好所以我们先刚刚从刚刚那个 只是刚刚那比较简单示例20 前面的那个例子是只有单一家公司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多重公司的处理方式 一样我们第一个要先去找出来 我们的实际损失 好那因为三家公司的保险金额各不相同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损失 就是60万火灾发生前减掉火灾发生以后的公益价值 所以我们实际损失有30万 好再来我们的保险金额 三家公司分别是10万15万15万 好我们应该先不要加好 这是三家公司加1比3家公司 那总保险金额 待会我们会计算的时候又会用到总保险金额 好所以总保险金额就去40万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假保险公司 他要负担的金额是多少 好那我们说的第一个是他的实际损失 第二个是他的保险金额 第三个是共保赔偿年 但是他是多家公司 所以讲的是28万实际损失 乘上总保险金额是40万 个别公司的保险金额是10万 好然后呢总保险公司40万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他这边是个别公司的 好看一下他这边 他给我们的文字是 这边呢 个别公司共保条款 共保条款要求的保险金额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若是那个他的这边来讲呢 他的同保那个共保比例是80% 好所以呢他的要求共保的 共保的要求条款之下的金额是 60万的公领价值去乘上80% 所以这边是48万公领价值去乘上共保条款 好所以是假公司算出来看一下 是三个他现在是这个金额 这个金额跟现在算的金额三个选择比较小的 税是28万乘上除4 然后再乘上40万裤上48万 税是58,333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费哪一个 费哪一个 就是那边30万 费的总保险金额 实际损失事 跟书写错了 28、23档的 就是那边30万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樣子是多少 好,6萬2千 好 所以這個數字比較小 所以它會裏平的是這個金額 好,這是降 然後在你公司呢,一樣 好,它是30萬 因為它的實際損失都一樣 好,那保險金額是15萬 所以乘上40萬分之15萬 它要求的是40萬分之 這邊是60萬去乘上它的70%的話 60萬是42萬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共保條款之下的賠償了 30萬去除40乘15萬 然後再除42乘40 所以它要賠償進了107143 好,這三個數字 哪個比較小 還是這個比較小 好,所以這是乙公司要做的賠償金額 再來是丙公司 跟剛剛一樣 好,只把它算完了而已 好,跟乙公司是一樣的 好,丙公司是跟它一樣 因為它有看給共保比例也是70% 所以丙公司算出來也是一樣 好,所以也是107143跟它一樣 所以沒有問題 好,所以就大公公司 好,它會拿到的保險金額 是107143乘上2加6250年 所以是276786 它會拿到的保險金額全部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做它的會計處理了 好,我們拿到這個錢之後 我們拿到保險公司的利益之後 或者我們算算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好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做 差7年6月31日要發生這個火災的 當務處理 我們要先算 就像我們儲分一樣啊 我們要先算說這個資產在 差7年6月31日為止的帳面價值有多少 好,所以原始成本80萬 然後呢,它的產值是2萬 可以用幾年 用6年 用6年 因為我其實我沒計過 好,可以說80萬減掉2萬除6 所以我每年提的則就不用13萬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個時候的帳面金額有多少 80萬 你看 這是差5年年初就買的 所以是差5年 差5年初嘛 差5年,差6年到 差7年上半年 所以我一共提了13萬的2.5 兩年半 所以我的累積者只有到這個時候為止 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13萬乘上2.5 好,跟80萬來比較 所以我的帳面金額是475,000 這是我的帳面價值 那些帳面價值有損失了一半 這是第一個,你要先知道它損失了一半 好,那我們接下來這期算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做我們的 做完這期計算之後 我們會只做我們的會計紀錄 好,這邊它有沒有告訴我們其他的條件 它是不是有預付保險費 沒有,好,這個例子裡頭 它沒有告訴我有預付保險費的問題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差7年6月30號 第一件事情 我要先把我的折救費用 先提這半年的折救費用 一年13萬 半年就62500 對吧,好像不對 625000 半年就625000 帶累積拯救 我做這件事情 目的就是要讓我得到 7月,差7年6月30號的帳面價值 對累積拯救 我提了這個之後 我才能夠得到我的帳面價值 就是475000的這個金額出來 好,那第二個 因為它發生了毀損 毀損了一半 好,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 好,基本上呢 這個既然毀損一半的話 我們就把它所有的帳面的金額都處理二分之一 就把它衝銷掉 毀損的一半數 所以呢,我是把累積折救 好,我的機器也要衝銷掉一半 機器設備 機器設備 同價一半四十萬 它的累積折救 是三十二萬五千除以二 所以是十六萬兩千五百 那中間的差 那中間的差 就是說,我的帳面金額呢 這是四十七萬兩 四十七萬五千除以二 就是我的一半嘛 所以我先承認為火災損失 四十七萬五千 四十七萬五千的一半 二十三萬七千五百 好,我不先把我的帳面價值先衝掉 好,那衝掉是火災損失 那這火災損失呢 那這火災損失呢 我有沒有賠償 有啊 我剛剛是不是算了 我全部會拿到的賠償金呢 是應收賠償 因為我的火災損失 是可以什麼 是可以回收的 就是說呢 是有可以得到賠償款的應收金 賠償的計額是二十七萬六千七百八十六 這個賠償是賠償我什麼 賠償我的火災損失 二十七萬六千七百八十 但你可以發現這個例子來講 你的火災損失 最後合併才會產生什麼 其他收入 因為你的大於方 大於的借方 好 但是呢 你便因為這樣子去產生暴力 所以這個樣子的結果來講 還算合理 也為什麼 因為我的火災損失 如果當時候原來 我的折救費用呢 我把時間拉長一點 我的累計折救費用就比較小 我的帳面金額就比較高啦 那我火災損失的金額就會什麼 就會比較大還是比較小 其實這個火災損失呢 其實也是有點是比較主觀式的 為什麼 因為火災損失其實 我的資產的帳面金額 會受到我的累計折救的方法的影響 我的累計折救 若是加速折救法 我的帳面金額就會比較小 我的帳面金額比較小 我的火災損失是不是會比較小 所以這個意思是說 火災損失其實 它並不是一個非常 這個 不是 不是 不是一個 所謂公允之下去產生的 因為它受到你公司的 折救方法的影響 所以這是 給大家的一個計算方式 好 好 好 是這樣子看懂了嗎 好 所以呢 它這邊就直接承認 但我說了 最後的結果你的代方會小於 而代方會大於界方 所以你是會產生火災 就是其他收入 好 結果我們在屬性表上面 就把它列為其他收入 好 這是勢力25 好 這是跟防險一樣好的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呢 我們待會再把特殊結局 都很好看 我們不需要再結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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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